欢迎来到科普启示录 我是小强哥 视频一开始提问两个问题 世界上有无价值宝吗 世界上最贵的东西是什么 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正题 价值的极限 本期视频会从最廉价的东西 到最贵重的东西 逐层列举 希望观众老爷耐心看完 价值通常被我们用货币来衡量 通常东西越贵 证明它的价值越高 首先是我们用来建造房屋的红砖 一块红砖的市价是0.4元 它的标准重量是2.63千克 也就是一克的红砖价格 大概为0.00015元 每克还不到一厘钱 比红砖略贵一点 而且很常见的东西就是铁 每一克铁的价格大约为0.007元 所以我们日常买红砖或者铁 都是以极大的数量和质量来买 比红砖贵100倍的设计局 它的价格在0.015元每克左右 铝是一种银白色的青金属 由于延展性能非常好 在潮湿的空气中还能形成氧化膜 所以不像铁那样容易被腐蚀 19世纪初铝的提取技术还很落后 所以那些被提取出来很稀有的铝 都是供给帝王贵族 拿破仑三世曾在议会上用银碗招待客人 而自己却用体现尊贵身份的铝碗 但是它储量丰富 铝元素在地壳中的含量仅次于氧和硅 台列第三位 并且是地壳中含量最丰富的金属元素 到了19世纪末 第二次工业革命使电力和提取铝的技术高度发展 铝的价格开始一落千丈 直到今天 铝被广泛运用于航空 建筑 汽车等重要工业 比铝归100倍的是铝籍 价格为1.6元每克 提到铝 我猜你一定会想起铝电池 其实铝电池中铝的含量并不高 一般一个铝电池里面不会有超过2克的铝 铝作为一种银白色的青金属 在所有金属中密度最小 仅有0.534克每平方厘米 它甚至比油的密度还小 放在液体里容易浮起来 所以它通常存放在固体石辣或者白凡石林中 同时它是碱金属元素中质量最轻 且质地比较柔软的 用刀就可以切割 早在18世纪90年代 巴西人就发现了世界上第一块铝矿石 但是铝被镇定元素后 历时76年才成功被工业化秩序 到了今天 铝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工业和生物领域 比铝贵100倍的 是过去常用来衡量价值的通用货币黄金 金的价格是按纯度来区分的 不过随着经济等外部因素的影响 黄金的价格波动也很大 通常18K金价格大约是160元每克 这里讲的K金是指 银河铜按一定的比例 参进金子里 以24K为分母 以含金量做分子 18K只含金量达到75%的黄金 24K就是纯度接近100%的纯金 它的价格通常高达3万元每克 甚至更高 为什么说24K是纯度接近百分之百 而不是百分之百的纯金 其实24K金的实际含金量为99.99% 折合一下就是23.988K 那有没有纯度百分之百的黄金存在呢 答案是没有的 有一句话叫金无足势 绝对纯度的黄金 以目前的技术是不可能提取出来 由于金属有密度高 柔软 光亮 抗腐蚀等特点 所以它在史前时期就已经被人们广泛认知 并且受到了高度重视 早在公元前六世纪 黄金就开始被人们以货币的形式使用 又因为它的延展性特别好 可以被捶拉成晶片和金丝 因此黄金也被制成首饰和衣服 比金贵一百倍的是化学元素布 它的价格为25000元每克 布是一种具有放射性的超诱元素 主要用于核燃料和核武器的研究 当年美国投于日本长期的原子弹 就使用了布来制作内核部分 自然界中布元素的存量非常少 以至于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都被人们误认为它不存在 因而它主要是依靠人工核反应生成 所以生产布的成本很高 而且它还具有很强的毒性 一旦侵入人体 就会潜伏在人体肺部和骨骼等组织细胞中 破坏细胞基因 使患上恶性肿瘤的风险大大提高 同时它的半衰期长达80年 可以在人体中缓慢的侵蚀健康 如复古之躯很难将其清除 因此布的使用相当谨慎 比布贵1000倍的是红钻 红钻的价格达到3000万每克 我们平时所见到的钻石大多是白钻 在目前世界探明的25亿克拉的钻矿中 只有不到1%的彩钻 而红钻更是彩钻界中的No.1 红钻又叫做浅红金石 是原力金刚石的变种 世界上最大的红钻石名叫穆萨耶夫 它呈三角形重5.11克拉 早在1987年 在纽约拍卖的一颗0.95克拉原型红钻石 成交价就高达88万美元 也就是每克拉高达600万人民币 创下了彩钻拍卖会 每克拉最高成交价的世界纪录 因为天然红钻数量相当稀少 几乎每一颗都是天价 基本可以说是有失无价了 因此红钻基本上没有固定的价格 比红钻还贵几十倍的是化学元素开 它也是元素周期表上最贵的化学元素 价格高达1.7亿元每克 身为元素周期表中的贵公子 开在地球上含量极少 它是天然元素和人工合成元素的分水岭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是自然界能自行产生的 所有元素中质量最高的 其他所有比开质量更大的元素 都是人工合成的产物 开的半衰期长达900年 不过半衰期的长短 并不能决定它的价格 开252是其中最具商业价值的 它可以用来检测飞机行李内 是否有爆裂物存在 而开252中子源 还可以用来治疗恶性肿瘤 在1968年 人类第一次尝试了中子近距离治疗法 后续还利用开252中子源 发明了中子道 这个发明是中国乃至世界 致癌领域的一项重大突破 在价格上能何开拼美的 是一种叫内嵌富勒锡的 碳原子组成结构 2015年 第一批内嵌富勒锡材料 被牛津大学碳材料设计公司 以2.2英镑的价格售出 出售总重量为200微克 1克等于100万微克 也就是说 它的价格高达9.65亿元每克 但是这样计算并不准确 因为它的价格并不能简单的以质量叠加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它的稀有性才是高价格的根本 富勒锡是一种新兴碳纳米功能材料 拥有很特殊的空腔结构 而成功在其内部空腔内嵌入其他物质 则可形成内嵌富勒锡 常规的富勒锡价格并不高 而内嵌富勒锡的产生具有随机性 且这种随机性的发生概率极小 上面提到卖出高价的内嵌富勒锡 就是富勒锡空腔内嵌入了氮原子 这种内嵌富勒锡的电子自权寿命非常长 目前科学家正在研究将这种材料 用于制作高精度计时系统的原子中 和提高无人驾驶汽车GPS导航系统的精准度 上面我们提到的这些东西 都是地球上天然存在 或者可以被人们制造出来的 而接下来介绍的这种物质 它的身份和价值 都比前面介绍的所有东西神秘得多 它就是在宇宙全部物质总质量中 占比高达85%的暗物质 1992年天文学家卡布坦 第一次提出暗物质可能存在 直到20世纪80年代 宇宙暗物质存在才被人广泛接受 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暗物质无法直接观测 但是它的存在却能通过暗物质 对星体发出的光波和引力干扰 而被感知和确定 暗物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并不遵循物以稀为贵的原则 因为它在宇宙中可以说不计其数 但以人类现在的科学技术 还未能将其解密 它的价值无法用货币和数字衡量 其实世界上不是所有东西 都可以简单明码标价 还有很多东西是无法定价的 也无法将其分出高低贵贱 比如健康 爱情 自由和时间 好了 今天就到这了 喜欢的话 一定要记得关注科普启事录 下期小强哥带来更精彩的内容 Goodbye